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朋友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么这一集给大家说个事情 相信大家也是被昨天有一则新闻 给搞得有点晕头转向 那就是所谓的 我也是看了晕头转向 本来我想做 后来我想想可能我要缓一缓 让子弹飞一会儿 现在就证实这个事情 真的就如我们所分析的一样 它不叫扯淡 什么事情呢 就是有一篇报道叫做 俄罗斯无条件要跟乌克兰谈判了 那么这个无条件三个字很醒目 那么我当时第一反应 我说不对吧 跟我所掌握的现场情况来看 俄罗斯怎么可能跟基辅去无条件的去和谈呢 已经准备好无条件去和谈了 那么现在被报道 这个好像是央视啊 爆出来的一个假新闻 好像是发自于基辅的 那么关于这个事情呢 我们来看看啊 我有个发布 一个叫李宗克的罕见给辉瑞代言 老兵 你别做那个什么俄罗斯无条件谈判的假消息 和你说一下 那个是央视故意弄的假消息 笑死了 昨天那时候上一个小时之后就被撤了 原话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那原话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一篇微博证文 今天我看到俄称准备好与乌克兰无条件谈判 开始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 有人说 这是关于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投降 这应该是误解了我们外交部的话 维尔西宁的原话是 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将为这种谈判做好准备 但只限于无先决条件的谈判 以现实和现状为基础 并考虑到我们已经公开宣布的目标 俄罗斯媒体报道的原文是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是可能的 但没有基辅政权的先决条件 并考虑到现在存在的现实 这是外交部副部长 希尔西宁 2月11日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的 据这位外交官说 谈判应该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 军事特别行动的目标处罚 与此同时 文尔西宁指出 外交部一再声明 决定不是在基辅做出的 而是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做出的 目前 乌克兰希望我们从 乌克兰的所有领土上撤退 特别是克里米亚 俄罗斯认为这些所有的土地 都是他们的领土 所以 这些话都只是话 战争不会停止 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 那么 也就是说这个呢 实际上才是这个事情 那么现在呢 很多人呢 对中国宣传口很失望 感觉从上到下 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 那么 我个人也觉得是 这个原话 人家不可能说这么扯淡的这个话 什么叫无条件 人家叫做没有 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之下 才跟你去所谓的和谈 也不叫和谈了 就叫谈判 不叫和谈 那么实际上这两天啊 台湾这个台海这边呢 也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那么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现在这个 台湾 不是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 夏令燕来自过大陆嘛 那么台湾内部的媒体 所有的媒体 全部都说 两岸缓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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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战机军舰 越来越多的把台湾给包围了 然后这个就叫两岸缓和了 什么叫缓和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见啊 我们有些宣传口的人啊 其实他们的那个水平 或者说那种动机 实际上跟台湾这些 蓝营绿营的这些媒体 一个调样 我已经说过了啊 中国在体制内的 或者说在宣传口的 有些人他妈的就是 就是支那人啊 就是就是这种支那人 爆出了这个东西 而且到目前为止 到中共 到目前为止 你看到没有啊 胡兴宇这个案子 胡兴宇这个案子 官方爆出来 清理掉一千八百 四十多个商号 专门来造谣的 说是活摘的 而乱七八糟的 提出质疑的 有一千八百多个商号 那么在内网上也是 到现在为止啊 只要俄罗斯拿 这个我们很多人 没有关注了 俄乌充足当中 很多舆论 实际上是 不有利于俄罗斯的 在误导中国人 那么我在想 我们这个宣传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前两天嘛 我看这个张卫为啊 在那边讲说 什么中国故事 什么东方卫 什么中国故事 什么说好中国故事 很很重要 好像是在国际上 中国话语很重要 其实呢 我个人感觉 张卫为呢 本身是没错 但问题是什么 我们如果说 只是以这种方式 以节目的形式 或者是 就是给自己中国人看 我觉得这个叫什么 掌握这个国际的 这个大外宣 对不对 我个人感觉 大外宣的是无望的 就是说你对西方 这个所谓的 就是拜登 通报气球事件的 那四十个国家 就击落中国气球事件的 四十个国家 这也是制裁俄罗斯的 四十多个国家 这些国家 你的中国的任何的舆论 任何的好的 它是不给你出来的 这是人家明显 在给你耍赖 它没有什么新闻自由的 你跟它是帝国 你就没有新闻自由 那么我们重点要做的是 就有我之前讲过的 比如像在摩洛哥之前 说中国新冠禁止 一切中国人入境 你这个实际上 它就受到了这个影响 包括一些民众 对中国人不好的印象 我们重点要做的大外宣 已经不是针对西方 做大外宣了 而是针对亚非拉这些国家 去做大外宣 争夺他们 这个才是重点 中国好不好 这个是无所谓的 关键是在于 说他们如果即使是骂中国 那么你只要如何的 去引导他们 这个才是我们宣传 狗应该做的事情 你包括什么最扯淡的 在我看来好像 有一点点困难 为什么 因为你央视 包括你昨天说的 所谓的 称俄罗斯准备好 与乌克兰无条件谈判 这个万万全全是扯淡的新闻 怎么可能叫无条件 所以说我昨天 我幸好没有做 不然的话闹乌龙闹炸了 那你说你这碰的能力 都没有 我终于看到这个标题 大字暴细细的 那么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是大战的前兆 也就是大战的序曲 目前俄罗斯在 邓巴斯地区 是阶级胜利的 而欧军是阶级败退的 为此你可以看到两个举动 一个是资连斯基跑到英国去 资连斯基跑到法国 跟法德领导联接面 对吧 跑英国去 跑到法德 要让他们提供战机 提供这个 提供那个 美国的所谓的一个将军也在那边讲 说只要给乌克兰提供战斗机 乌克兰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打倒俄罗斯 如果有战机的话 一年时间能打倒俄罗斯吗 你给他的是F35还是F22 你就把它给打倒了 你就算提供这个战机 你还是打不赢啊 对吧 因为你的飞机场全部被俄罗斯给炸 瘫痪掉了 你这个战机请问如何 如何加入到这个战况 你说从波兰飞机场飞 你从波兰飞机场飞 俄罗斯就把波兰飞机场给炸了 那不就你的战机飞到我 这个战况战区来了 你给乌克兰提供战机 没用 还是输 但是这个信用就说明了 原来给乌克兰提供战机 还要打一年 只有提供战机还要打一年 那这个战争没有现在就要结束的必要 普京已经说了 2025年还在做好跟乌克兰在打仗 还在打仗进行这个准备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因素 所以说这个事情 这个新闻它就是一个假新闻 你这个标题这样子取 你就是傻逼到了家了 就说明你这种央视里面 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什么叫无条件投降 而这个叫做在没有限界条件下在投降 就好像台湾天天报 中国大陆跟台湾缓和了 就还要请民进党到大陆来 要请民进党到大陆来 是你他妈要先承认九二共识 这个前提之下 九二共识你不承认 你怎么来大陆 再说了 你就算承认九二共识了 我承认了 我来大陆了 但是我不跟你统一 还是一样是个死 所以说这个新闻让我感觉 确实蛮扯淡的 无条件投降 人家在那边控场的 这整个北约的战机 没有一家战机敢进入乌克兰领空的 你说人家在无条件投降 无条件跟人家要和谈 还有一个消息 也能证明说现在乌克兰非常吃紧 负责后勤与务流 乌国民警卫队副司令被解职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 11日发布消息称 乌克兰总统Selensky 解除了乌克兰国民警卫队 副司令鲁斯兰酒吧的职务 乌克兰媒体称 酒吧负责国民警卫队的 后勤和务流相关事务 那么你看到没有 这这件事情也说 清洗进行时 清洗继续进行时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表达 那不就是你他妈的这个 负责后勤跟务流 你搞不好吗 西方提供的武器装备 过来就被毛子给打掉 过来装备就被打掉 过来放哪个仓库就被打掉 那你找你派什么用 你有什么卵用 那不把你给弄掉吗 对吧 这个才是事情的本来的面貌 才是事情本来的这个面貌 所以说这个 什么叫无条件的和谈 这几个标题我也不知道 这个央视怎么能够出来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恰恰是大战前的最后的警告 就像这次全国政协 再见一下国民党 要国民党通过跟国民党的对话 来告诉台湾 这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就是像这个西藏和平解放的前期了 虽然说是和平解放 但实际上是武装解放的 当然这个武装解放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大军这边准备好 就是等于说用了一个北平模式 已经开过去了 也是打了一些小股的一些战斗了 他们发现打不过 赶紧撤 然后西藏就所谓的和平解放了 是这么来的 台湾最终的归宿也是这样子 在乌克兰的这个战况上 对吧 情况也是这个样子 好吧 所以说 这个标题那里也觉得挺诧异的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我们确实是要 多注意 所以我们这个宣传工作 还是要努力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观看